东风汽车股价最近跟其他的国内汽车公司的股价一样 有很大幅度的上涨 另外最近听说就是那个东风会收购台湾一家在国内的公司 也是关于那个汽车业务的 那个股价受到这个消息的资金有一定的上涨 幅度也有一成以上 但我们看见虽然经过那个反弹 但最近下调的势头还是没有改变 因为这个势头就大概是一两个星期以前开始了 现在还是在那个下跌的主要的阻力位在是6.5块钱 一股水平 要是东风的股价短期来说不能够突破上升到6.5以上 我看那个下调的调整的势头还是会继续的 所以现水平我认为虽然就有那个新的收购的消息 不足以那个资厨 现在就经常了马上买那个东风 可以两个水平可以买 一个就是突破了6.5 另外就是它下调到大概就5.5那个水平 比较那个直播率比较高 所以现在还是观察为啥 也不膩 调整的 所以它的 两冲